記不記得我發過給你看 這個我和你一齊 一起去那間店 是呀,拍了去 你發給我看,你和誰去 NO!NO!我見到DG 等一下,等一下,我沒準備好 大家好,歡迎收看2G大國際 這是什麼,他經常都不會告訴我拍什麼,做什麼 正常的,說給你聽,說給你聽 當然要你馬上聽,然後馬上看看你的反應 是嗎? 是嗎? 這次是分享這個,廚窗公仔 我小時候很怕那些廚窗公仔 是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可能有些廚窗公仔 在收了泡之後,會自己無緣無故動 大家又有沒有想過 哈哈,你的眼睛一直看著,有沒有看自己的 你們又有沒有想過,有些廚窗公仔 可能是真人木乃伊來的 你有沒有說搞笑的? 是會先分享小搞笑的 之後就進一些都市傳說給你看 我先走了 怎麼了?你害怕嗎? 又沒有出場發言,你是不是這樣 拜拜 看一下一些輕鬆圖片,關於廚窗公仔 照舊的靈感來源就是來自 我有一次在銅鑼灣一間賣衣服的店裡 就看到一堆廚窗公仔 而他們是這樣坐著看著我 記不記得我發給你看 這個我和你一起 一起去那間店 喔是是,拍了它 喝一會兒 你發給我看,你跟誰去 先喝一會兒 那現在就看看網上找到其他店裡放的廚窗公仔 是怎樣 1 2 喔 撒這個才爆 這個應該是特地的 那個年輕人 這個是告訴你 那個大老婆的衣服是我們這樣穿的 近乎任何這些衣服都可以這樣穿的 只要你肯沒有 即是說如果你穿了內衣 你餵奶不會有問題 不是 不會有問題,你沒有奶也會變奶 平時會阻礙的嗎? 不知道喔 會不會有奶 只是一些你會想做的動作 嗯 都OK的 就是告訴別人 這一套衣服是可以 你做這些伸展動作都沒有問題 不會爆胎 我覺得你很厲害 我完全給不到這張照片 我對這張照片 我給客人看它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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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經意的機 輕鬆圖就看完了 喔 喔 有些人的樣子 什麼 在某一間店裡 有人拍到 一個廚窗公仔 自己動 影片是這樣 有影片嗎? 我不想看啊 沒事的 你找影片來看吧 沒事的 我很害怕有人樣的東西 它沒有人樣的 頭髮沒有頭髮 我不喜歡有頭髮的 這個就是前後對焦圖 前後對焦圖的 我錄下這條片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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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看啊 有聲音嗎? 沒有 有人用繩子拉 不要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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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用 火下條呢 被這些 嚇到 但關於剛才的 那條片的 是這樣的 這條短片在網上 引起了這個 討論的熱潮 然後不少的網民 都表示被嚇到 好像你這樣 然後有些人就說 誰敢進去買啊 在這間背後 有網民就指出 其實廚窗的模特兒 應該是電路控制的 對 因為腳的後方 其實有一條電線 去連接著 然後老闆 就在那個模特兒 旁邊 就貼了一個 我會動的故事 因為 直接在模特兒旁邊 跪低啦 這是一個熱身的故事 之後就是一個 真真正正正的 都市傳聞 真實得恐怖的廚窗公仔 在這裏 這裏 墨西哥 墨西哥 這裏發生在墨西哥北部 一個叫做 它這裏寫叫 Chihuahua City Chihuahua City Chihuahua 就是這個奇雅雅市 一間婚紗店裏面 相傳裏面有一具 無奶衣 就拿出來做這個 婚紗的廚窗公仔 這個是一個傳聞來的 裏面有一個廚窗公仔 是極度像真人 但是店主又說不是真人 到底它是一個木乃衣還是普通的廚窗公仔 到今天都還沒有答案 1930年 是 放到現在 是 這間婚紗店還營業中 營業中 嗯 1930年的3月25號 這個廚窗公仔 突然之間在婚紗店裏面出現 剛巧巧就是 不久之前 婚紗店的店主Pascuala 她的女兒 在婚禮上 被一隻黑寡褲蜘蛛 咬完之後死了 噢 噢 你知道 這些小鎮大家都 比較熟悉的嘛 那些人 他們就流傳 因為店主她太傷心死了 那女兒 但是有想保存著女兒的美貌 人造驚嚇 什麼事啊 Aurman 我起雞皮了 然後就把她女兒的屍體 做防腐 然後就 換上最新的婚紗 然後就做廚窗公仔吸引客人 那這個是坊間流傳 不要… 我先用這麼大聲 那為什麼小鎮會這樣流傳呢 就是因為這個廚窗公仔 和Altu Pascuala 是很像樣的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了 嗯 是嗎 OK啊 但我不可以看著她 OK 有人都關於看著她 啊 行了行了 要說的 好可憐啊 救命啊 你說你說吧 雖然後來店主已經澄清了 說是普通的一個立像 他直接要找公證行 要找專業人員過來證明 但是證明完之後 那些人都不相信 都還是覺得 真的是她的女兒來的 但是有多難證明呢 如果那些真的是公仔 那她的上手會有些教位 可以脫出來的嘛 好像不行的 首先她們很小心去對待這個公仔 好奇怪啊 對 她們是不懂去剪爛衣服 然後就貼上去 為什麼呢 不知道 之後那些城市傳聞就越出越厲害了 有人說是一個法國的魔法師 有隻魔術師 就被Litl Pascuala的美貌吸引住 所以就撕了魔法下去 就令到她晚上就可以出來和她一起跳舞 這幾童話 對 這童話很奇怪 跳舞 我覺得那些人的說話一定會有色情 你試過魔法 到一個廚窗公仔 到晚上一起跳舞 晚上一起跳舞 跳舞 是跳舞 不行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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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這種仙相的人就不行了 是我的不好 是我的不好 隨著這個時間的流勢 就更加多城市傳聞誕生 就說這個公仔 在夜晚的月色不同的時候 即是不同的月亮 它會有不同的姿勢擺出來 也有些傳說說 它晚上關了鋪之後 它可以自由活動 就好像翻生豬羅館那些東西 Toy Story那些 變成Toy Story也挺搞笑的 什麼是翻生豬羅館 Museum 我看啊 一有童話色彩就馬上沒那麼恐怖 不是不恐怖 是我想像不到 幾乎所有研究過她的人 在看完她之後 都會肯定她就是第一任碰著女兒的 蛤? 理據有幾個 第一件事 頭髮不是假髮 你是不是想show me picture 有 No 好啦 少少 我房間才會找得很辛苦 我找中文的找不到 然後我正如要打英文 到她的眼睛 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她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還沒準備好 行了行了 我知道 我看到 YES 你不要越擺越近 有很多人就說 她的眼睛好像是一隻有靈氣的眼 就說她的眼球會偷偷轉動 我一件事給大家看 那你的眼睛很不大 她的眼球並不是很公正的 但有些人就說她的眼球會偷偷轉動 然後有些人就說 無論你走到哪裡都好像看進你的心靈 對於她的眼睛也是有這樣的說法 還有一點就是她的手 她的手做得非常之 做什麼 我都怕手 手都怕 對於一個人像來講 做得太過仔細 真的 你看看 刀刺皮 遊客和員工是說可以見到她有手指紋 幫她換衣服的員工 是會見到什麼呢 是會見到她的腳那裡會有動脈 是見到血管 做一個儲商公仔連血管都做完 是很古怪的一件事 她剛才的手說見到有些指紋 我以為可能她弄的時候 找了一個真人賭帽 再拿出來 也會有 但如果她連腳筋都做出來 就開始學運了 那些店員是經常說 很不想去幫她換衣服 當然 我很驚訝 你說她現在還在那間分衣服 哪有人會去幫忙 不過又在博物館裏面做的 負責管理展品的人就說 從這個技術角度來說 這個Pascuala 就不可能是一個屍體 的確在歷史上是有先例 是可以做到防腐 譬如1924年的列寧 以及1976年的毛澤東 都是有用到一些很厲害的技術 去做到屍體防腐 但是不等於可以維持到 將近90年 就像她一樣 加上兩個例子在防腐之後 外表都變得好像男將 就不像Pascuala那樣看上去 是比較白滑的肌膚 OK 有說到 關於這個屍體的防腐 其實並不是停止腐化 而是減慢腐化 最終都是保不住的 做殯儀的人也做了一些分析 她說從她的認知上 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得不承認 她的手掌、血管 以及細緻度做得非常好 但是1930年的立像素造技術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是不是她媽媽用很多錢請了一個 超厲害的 可以做到這個技術人 所以她們才不惜剪爛衣服 貼上去 所以才這麼珍惜她 對 我覺得應該是有景觀的 又或者媽媽其實是故意 想做一些技術出來 然後就說 這個可能是有死了的女 然後就在那裡流傳一些東西 她自己搞出來 所以我就沒有人怕 都有可能 因為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這個分析店 已經變成了當地的名聲 即是她們現在還有賣婚紗 有 除了成為遊客的景點之外 當地會有一些女性在結婚之前 就去這間婚紗店的門口祈禱 為何整件事變得這麼可憐 還會獻花 祈求她們之後的婚姻 都可以像Pascuala那樣 那麼永久 Pascuala被人咬死了 對 她就是結婚的時候被人咬死了 還去拜她 對她們來說 Pascuala到底是不是木乃伊 根本就已經不重要了 當她成為了傳統之後 這裡寫 最後婚紗店甚至演變成為宗教的活動 每年的11月2號 墨西哥亡靈節 這個奇亞雅士的小學生 在婚紗店廚窗前面會列隊 然後就嚴點一支支的蠟燭 很可憐啊 小學生 另外都會有人獻上 這個糖果做的頭蓋骨 和鮮花敗祭 令到整件事就更加詭異了 真相是怎樣根本就不再重要了 很忙啊 很忙啊 十月三十一號 Halloween完了 那那些糖果剩下的那些 完了 剩下的糖果多了 拿去婚紗店放 反正那裡有一塊 長面Halloween的地方 聽到這裡 有看過那些圖片 和那些片 大家覺得這個Pascuala公仔 到底是廚窗公仔 還是一個真人木乃伊呢? 留言告訴我 你是不是嚇到傻了? 如果看著她的樣子 或者是一直想著她的樣子 聽你說的話 就會覺得很... 但是你說到現在的人又去... 又去拜啊 又去友親啊 做一個景點 那我就覺得不再誇張 那好吧 我不怕人會拿 你看到這麼少 觀眾看到的 我會貼出來 我會看到的東西 那你知道你的影片不要給我看 真的嗎? 醫藥費啊 醫藥費啊 你受了傷嗎? 快適驚茶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你當然會做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 記得訂閱我 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逢是日四四出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不去沖茶? 上次喝到現在 粉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